好 我們看到大陸直籃 吸引台灣好手其實是不分男女的 看到潘志穎和彭詩琴這兩位女籃好手 這個球技就前往大陸挑戰WCBA 表現也很稱職 對 那他們面對就好體育新聞的專訪的時候 也分享了到對岸打球的心情 也鼓勵其他年輕球員要做到準備 不要怕 勇敢的出去闖 經過WCBA洗禮 潘志穎回到台灣 打法更成熟 儘管兩岸球風不同 但是球員受益良多 在心態上面吧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會在場下看 那有時候我就會想像 如果自己在上面的時候 我應該會做一些什麼反應 那他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反應 我就是進而這樣去學習 然後去綜合自己的想法 他整個回來之後 身體對抗性又比以前更好 視野又比以前又更廣 每個球隊有外援 那我們球隊的外援也是WNBA 有些不錯的中鋒 對啊 能跟這麼多 每個球隊幾乎都會有NBA球員 那可以跟他們一起打球 就覺得感覺很好 競爭激烈 照就更堅強的鬥志 雙妹記取經驗 再接再厲 這有夢就不要怕 就是勇敢去追吧 就是因為其實能過去機會 很大 對啊 你也要台灣球隊同意你出去 然後你到那邊也要適應 那邊的懷季 那邊的球隊 對 全部都要重新試 其實我覺得就是 有人有這個機會就出去走走 就是他們很喜歡用身體 他會用身體撞你 可是他不會 他並不會吹什麼犯規 就是一些很用力的 或是怎麼樣你都不會 而且小動作很多 像你從界外走進來或是什麼 他就拉你腳 讓扳你腿或是怎麼樣 都是有的 但裁判是完全不會吹的 國內女男一季打不到二十場比賽 反觀WCBA場次多達將近一倍 強度更不在話下 但是勇敢去挑戰 這段旅程不會失望 UDN TV 簡正祥 楊育昕 綜合報導